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黑衣侦探 昨天的调酒小活动中,钟离提到的翘银庄是引起了不少玩家的注意 毕竟地图上还没用嘛,一看就是老米画的新大饼地区 其实吧,有关翘银庄的铺垫早在2.4版本就上线了 把每人物定在黎月就能刷到 不过那时还不知道大体防卫,现在有钟师傅的补充 老黑感觉这个新大饼地区大概就会位于层岩军园的北方 林林的西面,作为黎月与3.0版本草制国度虚迷之间的过渡区域 特点是盛产茶叶,是个远近闻名的茶庄 那说起大饼区域,黎月除了下版本的层岩剧园和上面说到的翘银庄 还有个从1.1版本就开始铺垫的黑眼场 地址位于黄金屋,报答公子副本的隔壁 目前随着版本剧情的推进,是越挨越深 最终可能直通新地图层岩剧园 其中还提到了个新人物,叫若鱼女士,应该是七星之一 说不定是位新老婆呢,老迷,水克勤,狗快点 还有就是蒙德的北部地区,也就是国酒湖的北面 是存在着京福岗和浦宫英海的 前者在蒙德城东面码头地区的NPC口中有铺垫 后者在书籍浦宫英海的狐狸中有描述 反正不管怎么说,蒙德后续肯定是存在着非常重要的主线剧情的 咱们熟悉的秦团长只是代理团长而已 以大团长凡尔加,大主教西蒙为首的七十团主力 目前还都在外远中 蒙德远没有表面看上去的风平浪静 那说到蒙德了,最近也是有不少刚入坑的蒙新玩家 询问老黑该不该说哈所有元石抽雷神 都说雷神那么强势那么厉害 抽不到是不是可以直接退坑了 老黑的建议是,蒙新前期最好还是去玩一些蒙德地区的老角色过度 一来熟悉游戏机制,二来培养材料也好获取 盗七的新角色强,乃是建立在高练度高圣一物 乃至高配对组合的基础下才有的成就 有些刚入坑的老哥蒙德离月的地图甚至还都没开拳 盗七更是摇摇无期,就把元石全部缩哈给了雷神二命 你说这又没武器又没圣一物,也没队友的 想升级吧,升级素材还刷不到 拿着四十级九十能量的大招雷神,开荒大世界 这不开玩笑嘛,况且命座这个东西就跟武器吃银一样 不是科金大佬老黑真的不建议强求 尤其是游戏前期,四个分工明确的五星角色 远超一个有着高命座的五星 合理的配对组合才是元神这个游戏的精髓 刚才会介绍原生的中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